这也是吉林同修们问的 从静齐法门又改为圆顿法门 说圆顿法门高 能成就得快 这个说法没错 问题 你能不能顿得了呢 我最初学佛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这段事情 圆顿是快 是好 一步登天 一步要能上得去 上不去掉下来 粉身脆弱 摔死了 所以学佛是两条路 一个是见门 就好像走路一样 你慢慢走 好比我们上这个楼 五楼一爬楼梯 你这个一个界一界往上升 这是慢 是很累 那你要有武功的话 从楼下一跳就上来了 行啊 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圆顿的功夫 如果真有这个本事 行 成就很快 没有这个本事 老老师是爬路梯 登上一级 你有一级的成就 老师修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